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辞定元首 全身既然靠着他 经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藏 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 救恩与律例 救恩与律例 请 恭请郭盛安传道 传讲神的话语 但今天要相信你和国人满求联络的 vers.古三寿 慕士师父传道 各位坚弄 地 MJ 平安 lympese 请啊官员 担他之 对他是亲自赖人 慕士师父传道 各位祖辈地销几杯平安 非常寒冷的一个早晨 神只有一个火热的心 可以一同来联听神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静脉当中 我们可以真的相处在神的话语之下 那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救恩与律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语游戏 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有的小孩子他们还不知道那游戏 他们觉得自然就会玩 就是一个游戏叫做一个硬直的游戏 我看我们家那个小的 假如说我们出去玩太阳很大 他看到那个影子他觉得很稀奇 影子很好玩 他去追那个影子 然后想去踩 去抓那个影子 那我刚讲这个游戏呢 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 就是谁能够踩到那个影子 谁踩到那个影子 就被获胜这样子 那很多时候我们 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很多时候这些的事情 这一些的条规律例 好像就是那样的影子 所以保罗他在这段经文当中 他以这个影子跟实体 这些一个明显的对比来提醒我们这些游戏 提醒我们这些信徒 我们要追求那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实体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他自己还有他带来的这样的救恩 我们不要落落的那个去追求那些影子 那些律例归头 那律例有一个本质 那本质其实律例 我这边要讲的律例 我刚刚读这个119篇也有读到 那这边我讲的律例 绝对是不同于神的律法 不管是神 那时候你开始在创世纪 对亚当下王的吩咐 一直到他半步了 接着魔系半步了实界的这样的律法 绝对不同于 那样的律例 那样的规条是来自于人 是一些世俗的一个言论 那所以人呢就照着自己的意念 他定出了许多的条例 许多的规条 那条例其实跟那个律法 原文的意思上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规条跟条例 条例是人 他们凭着一些的意念自己定出来的 那规条呢就是 当这些律例定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遵循的义务 常常说我们人有按着宪法 我们都要服兵役的义务 我们要有旧学的义务 从这些律例 而产生的这些规条 那我们人常常就会 用这些律例规条 来决定一个人的使命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你有没有遵循这些律例 遵循这些规条 你没有做到 那对不起 我就准备接受责备 你这样子不对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 在这样一个定罪的当中 我们定罪别人 我们也用这些规条 来定罪我们自己 那 这样子让人呢 以为借着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可以得救 或者也可以一直自己努力 可以乘胜 其实 真的不知道这些的律例 包括我们刚刚所读到 十六节那地方所记载的 不管你在饮食上面 你在这些节期 你看我都有遵守 我都有做到 这些其实就是在十七节所讲的 这些只是厚世的一个例文 厚世就是我们讲的 把厚世的厚世的解释 就是一个将来要成就的事 其实那个将来要成就的事 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他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赎我们的罪 他自己献上自己成为罪费记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 这样的一个救恩 但是我们的人 我们却不是很喜欢 我们好像随波主流 我们眼睛没有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的救恩 我们却去拘役在我们自己所见过的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所看到的 我觉得这些绿条 这些规定 可以好像可以帮助我来到圣人面前 其实我们却忽略那个真正重要的尸体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带来的救恩 我们忽略 我们却看重那样的影子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想到 我们拘役 很多的门徒拘役在自己所看见的 就凭自己的意思想要看 不管是这些律律归条 或者是一些属灵的经验 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在哥罗西的那个时代 他们很崇尚 可能有一些人很崇尚 敬拜帖子 也有人解释说是 可以跟你透过某种的属灵的经验 你可以跟帖子 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敬拜上帝 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追求 这些属灵的经验 我们一起来想想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教会 好像也是活在这样的当中 甚至你要收钱追求 什么超自然属灵经验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再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还要交费都不便宜 大概一两万 那我不曉得 其实这些教会 他们好像 其实跟哥罗西的教会 没什么差别 也是在不断的去拘腻 在自己所看见的 我想借着这些律利归条 苦行的一些苦行的主义 禁欲的主义 或是透过这些属灵的经验 来追求神 其实他们都是在追求那些影子 在抓影子 他们并没有尽情的抓住这个实力 当我们来想到使徒保罗 他说他在哥林多后述十二章 曾经提到他看到 三重贴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异象 但是他却不以这个来夸耀他自己说 你看我都看到异象 我都经历过这样的属灵经验 他不夸耀 他反而夸到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夸自己的软弱 为了让基督的能力 更能够彰显出来 让人家知道说 让所有的门徒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算不得什么 真正的重要的 是让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它 让基督的能力能够被夸耀出来 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里所说到的律利跟规条 和属灵的经验 都是从这些人 从人而来的这些世俗的一个言论 他们强调人 除了你要得救 除了相信基督 他还外加上一些条件 他外加上哪些条件 你要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你必须曾经有经历过这样很奇妙的 别人都没有的 或者是你必须遵守一些人为的 这些的规例 这些的律例规条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 不知道是词和方面 解析宗教仪式这些 当我们看到 现在有许多的教会 想到强调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强调这些律例 调规属灵经验的时候 他们提倡了许多新的 一些敬拜的方式 他们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我曾经去过的教会也曾经说 你一定 他就会说你一定要举手 你敬拜说你一定要举手 你不举手 你就代表你对神没有怅态 或者是当我们一起同生开口祷告 你为什么不同生开口祷告 你不同生开口祷告 你不这样子做 你就代表你不够热忱 你不够热心 我不是说不要开口祷告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神跟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动 但是这些的教会 这些的牧者 常常用这些方式来去挟制人 让你觉得敬拜就是要用 怎么样他所规定的方式 但是却不知道 那个并不是人所养的 并不是靠成喜悦的 这就是这边所说到的 又失忆的一种崇拜 又失忆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那样 就是二字二节这边所说 都是照人所吩咐 照人所交道的 这就更显出了一个律例 他的一个本质就是世俗的言论 就是来自于人 并不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主耶稣早在来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就对了那些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他们质疑这些人徒 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呢 吃饭前为什么按照古人的遗传 按照我们之前先祖的规定 你们应该要洗手要怎么样 可是耶稣就责备 责备这些法利塞人 和文士说 你们为什么要用人的遗传去废掉神的经历 我们进去这个时代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牧羊人 他们好像也习惯用这样的方式 用人自己规定的方法 用人的遗传想要去废掉神的经历 其实神要我们遵行祂的经历 遵行祂的律法 是为了我们的好 为了我们的益处 为了我们能够更敬为神 但是我们却常常制造出一些 这些律地条规 然后让神觉得自己好像很敬情 那个样子 所以耶稣在这边 主耶稣在来这边也引用了 以赛亚说二十九章 来责备这些百姓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敬拜我也是枉然 我们要求主 再来提醒我们自己 不只是这些教会 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 也会觉得 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 你看主日我都有来 我都有守主 然后呢 牧师或是传道人规定 好像是一个规定 我每天要读经导 可是不是发自内心 好像是有人规范 有人规定 然后就想说反正我都做到了 我都做到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 我觉得那样的心态 并不是那样的讨主的喜悦 我们主要我们真的 求主 让我们回到那个师 抓紧的抓住耶稣基督 抓住他的救恩 知道我们是靠着他恩典的救 我们也是靠着他为我们受醒 把我们的心中 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 我们敬拜他之初 发自我们的内心 其实我们要看到 绿力他最后的 他的一个用处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就像十六节之内说 不要让人来论 不要让人因着这些事情 不要让人因着这些 隐食上面或是节系 那我们常常会陷入到 在一个错误的当中 其实这边的绿力 人所定出来的这些归条 却让人觉得 当我们做不到 我们好像就会 没有办法得救 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忐不了神的喜悦 我们就回到了 那个绿力的一个 下日捆绑当中 我碰到有些弟兄姐妹 同一位常常问说 我可以怎么办 我这个 我碰到一些事情 我还是会陷入到那样的一个 情况 疑惑当中 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那在对洛西那个时代 许多的意外协作 就透过这些方式 想要让你好像附加的条件 你除了相信 你还要家长怎么样 家长怎么样 你还要追索这些条例 你还要去追求这些 树立的经验 你就是让人 不断的疑惑 不断的疑惑 当我们不信的时候 当我们疑惑的时候 就是犯罪 当我们不信的时候 这就是犯罪 我们要求主来 提醒来帮助我们 但是反过来说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做到 我们就自满 我们就自义 我们就觉得 我很厉害 你看我都做到 那个人都没做到 这样的律力 被人拿来滥用 这么一个 入人于罪的一个工具 好像我觉得 我能够做到 律力上的一切的要求 我就会觉得 我很厉害 然后表面上的 一副就像这边所说的 他就是自表 前卑 你看我做到 我真的是 在这样的事情上 你看我做我的爱 但是 心里面却充满了很多的 骄傲 很多的瞧不起别人 就让我们想到 在圣经里面 马太文明有记载 那个在十字路口上 祷告的这个 法利赛人 跟另外一个祟祷祷告 那这个 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里面 我们看见 不断的说 你看我都有十一奉献 你看我都有禁止 我都不像那个谁谁谁 我都不像那个人 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神却 却悦纳哪一个人的祷告 神悦纳了那个祟祷的祷告 开恩赐免我这个罪人 因为他知道 他活着 他能够得救 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做到了这些 不是因为我怎么样 唯独 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些人 都活在了这些律力之下 他们自己愿 他们自愿 去受这个律力的挟制 甚至想要用这些律力 规条去挟制别人 这也就是十八集所说的 不要让人 因着故意的谦虚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不要让人 因着这样的 提倡的这些东西 或是创造这些规条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要怎么解释呢 就是 这个奖赏想像是神 所赐给我们永生的奖赏 永恒生命的奖赏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 我们要好好的持守神的道 持守神给我们的救恩 不要让人 因着这些事情 因着这些规条 夺去我们的奖赏 或者让我们 成为那一个 夺去别人奖赏的人 就好像 夹子里夹子 我自己进不了天国 我也让别人进不了 我就设下了很多的规定 你没有做到 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求神 他常常来 来更新来提起我们 在二十三节 这边也说到说 这些规条使人屠有 智慧之名 用施以崇拜 自表谦卑 苦但仅深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境遇上 是毫无功效的 也有人想用这样的方式 他觉得可以达到这些 律底上的要求 或者得到这些 不切实际的主流经验 他们就觉得这样就可以克服 克制我肉体上 许许多多那些境遇 想要犯罪的那种动机 其实在最高圣经讲到 刚好相反 反而让人更加放纵的肉体 这好像在希伯来书十章所提到的 我们走过的每年县 厂县一样的记录 叫那个进前来的人 对于完全 这个记录 只能叫人想起罪来 当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他说这里 希伯来书十章那边说 这个记录只能叫人想起罪来 这些让人看起来 好像是很有智慧的 你看做到了 我设计的这样一个规定 好像让人 徒有智慧之明 看起来很有智慧 就像是你 用自己的思义的崇拜 我们刚刚所提到 或者你自己在 表现你自己很特别的谦卑 或者你苦待自己 就是在那个时代 在哥肉系那个时代 有一些 他们提上一些苦行 苦行的主义 好像让人家看见 你看我都一直在进食 我都一直在苦修 其实这些方法 他们要用这些方法来替代 神所赐留我们的救恩 这些规条 这些绿地 只会让人 更深地陷在那一个 罪恶的泥造当中 越性越深 以至到最无法自拔 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绿地 规条 其实很肉体的情欲 世界上这些物质是一样的 他这边说 二十二节这边说 二十一节说 哪怕不可藏 不可磨这些的规条 那你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他们有很多规范 尤其是旧约里面 特殊的一些规范 其实神是 按照神的出发点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了我们学习能够经贵他 但是人却把它变直 你一定这个可以吃 那个不可以吃 这个不可以碰 那个不可以摸 不然你就会怎么样 其实这跟我那些异教 你看到一些民间的宗教 不是又很像 就是一样的 用这些规条来证明 你是不是爱主 你是不是爱神 用这些规条来证明说 你对上帝的一个合理 其实那只是让人有一个尽情外貌 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尽情的实意 没有一个尽情的实意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这一切的规条 是属世界 是世俗的言论 最终都会败坏的 其实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这些规条让我们知道 就是这些律例 它是本末导致 舍本竹末的 要把这些原本 原本要建立 人跟神之间美好关系的 这样一个方法 他把方法当作一个目的 这只是一个方法 他们却忽略了基督的本身 但是我们的主 才是我们本身所要追求的 是我们本身所要追求的 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来试想我们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也在神面前常常心常 我到你起来 我每天早上在神面前 我读经祷告的时候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我也要试想一下 我服侍神是因为教会里面需要吗 还是担当我为了主 我为了主的缘故 我便应该上回自己 我应该先让自己为国际让神来使用 还是我只是为了异父 那个传道人叫我做 牧师叫我做 所以我不来而怪怪的 不来而怕别人对我的眼光怎么样 我们很多时候是活在这个虚幻的椅子的当中 却没有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尸体 要助帮助让我们每次 不管是服侍或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敬拜神的时候 不要像只是来打卡 现在就流行打卡 也发生一些灾难的地方 他也跑去打卡 怎么会流行打卡 他们就是觉得我来了 我有来聚会 你看牧师有看到我 传道人有看到我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却没有好在神面前来行打自己 我是不是单单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为了听见主的声音 我很渴慕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 跟主能够相遇 跟主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求主真的是常常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 十七节说那律法只是后世的影儿 那信体却是基督 耶稣基督他道成就生 他为了拯救我们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使我们得到这一个救主的恩典 这救恩 其实在修伯来书十章 他是做成美事 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已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上 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大家都很清楚 他说他来不是要 废掉那个律法 他来是要怎么样 成全律法 这很清楚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 他已经成全了律法 在罗马书史上也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他不进应验 这边他说成全 成全有一个意思就是应验 应验的那些旧约先知律法书 那基督讲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词 都已经在耶稣基督 他成就在耶稣基督的 藉着耶稣基督来成就 来实现了这样的律法 其实他不仅实现 他更超越了旧约一切的律法 超越了一切来自人的这些律力规定 我们仔细回想 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 他们十分的热心 到现在还是 常常到哭腔那边就哭 你就会看他们戴一个帽子 觉得自己把那个律法 那个包在头上 在他们的衣服的里面 他们觉得我就是遵行神律法 他们对于献祭的事情 他们十分的热心 但是实际上在罗马书 这边有提到他们 却不是真的认识神 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思 其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要白白的 赐给那些反向给他的人 但是我们人常想要 去立自己的意义 用自己的方法 来取代上帝的救恩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信他自己 我们亲近神 是不是我们只是表面 只是用嘴唇来尊敬 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了神 我们的心 个人一点敬畏神的意思都没有 只是为了要达到这样的规定 只是为了服侍而服侍 为了来守主日而守主日 那是一点敬虔敬畏神的意思都没有 那样的一个生命都没有 其实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要我们完完全全以靠祂的救恩 就是要我们淡淡的仰望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那我们思想在哥罗西教会所陷入的我们刚所说的这些异乱解说的迷惑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好像也陷入了这样一个追求这些人所创造的一些律力规条的一个错谬 我们自愿活在影子下面 我们活在这个律法的影影之下 那十九节这边说 他说不辞定元首 什么叫做不辞定元首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元首 大家往前一点看 再多一些书一章十八节就说 基督是教会全平 基督是教会全平之首 这里说辞定 辞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你要紧紧的跟着 你要紧紧的抓紧辞定元首 你要紧紧的抓住元首 就好像我们的头 然后我觉得像埃子时期也是蛮残忍 我们就要喜欢去站手 把那个头割下来 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跟头分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发生任何的功效 因为那个头是控制整个的身体 所以保罗在那边很清楚的说 你要辞定元首 当我们不辞定元首 就会发觉前面十六十七节 十八七这些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 好像我要遵守这些遵守那些 把那些人的规讨 来当做一个炫耀的工具 然后能拘泥在你所看见的 因为我们要是没有好好的抓紧基督 没有紧紧的跟随基督 我们就会像 资子没有连于葡萄树一样 结果为什么 你就什么都不能 不起什么都不能 有时候甚至你就要变成了一个 没有用的枝子丢在那个口里被烧了 所以我们要全身 他说十九节说 接着我们看十九节说 全身既然靠着他 金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长进 以弗所述四章就说 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何事 以弗所述四章也是很清楚 讲到这样的一个意义 我们来思想 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会 还有这世上许多的教会 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复兴 为什么总是不能复兴 我所说的复兴不是人数上的人 好像很多 很庞大 但是人的生命根本一点的改变都没有 根本一点的改变都没有 然后他们教会的聚会 就是为了要充人数 我所说的复兴是真正的一个 人每一个地 每一个信徒的生命 从里面完全活出 耶稣基督教的生命 不断的被更新 不断的走在这个神圣的道路子上 的这样的一个更新 当我们思想 为什么教会不能更新 其实这一根究竟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许多信徒没有跟主有紧密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 一点长进都没有 却反而去追求那些 好像让人能够有智慧之明 让人自告自他这些律力归条 还有这些虚幻的 这些属灵的一些经验 所以 保罗在二十一节 他特别提到说 你们为什么要在世俗中活着 你们都已经 基安格罗西书签名有讲到 你们就已经这个律力已经被耶稣就在实际上已经夸慎 你已经废弃掉了这些的律力 就像我们刚刚也期待 他可是废主 他已经超越了那样的律力 超越那些律法 那你们为什么又回到世界上去 又好像在世俗当中去活着 当你去遵守这些世俗的原论 你不就是在世俗当中活着吗 有个属灵的长辈他说 基督徒何时会跌倒 基督徒何时会跌倒 就在他灵命停止长进的时候 至于我们提醒自己 当我们觉得 不是只是你觉得好像我不够进去 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 我们没有跟主有好的联系 我们跟主没有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为什么跌倒 因为我们的灵命根本没有长进 对 所以我们要找他提醒自己 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很亲密的关系 有没有每一天我读经道道 不是为了团祭推动 为了教会的推动 说推动的话大家都要来 我们是为了大家好 就像神也为了我们 勾尊请祂的律法 祂是为我们好 我们要想想 那个背后其实主 我们的主耶稣 希望我们跟祂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每一天 不断的不断的长进 不断的长进 接着保罗在二十节 他对于各罗西教会提出的一个质疑说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 就是已经代表你们 就已经脱离世上的小学 那你们怎么还会去服从那个世界上 所以说不可以拿 不可以碰的这些规条呢 却忘记了前面二上十四节 二上十四节 就已经有提到 那些原本要把我们掳走 原本要来攻击我们这些的律例 早就已经随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已经夸胜了 我们好像也完全忘记了 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 来废除了这些 寄在律法上的冤仇 他不是废除这些律法 他是废除 因着这个律法 常常钉罪我们的 那许多的冤仇 按着律法我们的本 离刚收拾 这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这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义人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殷勤诚 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都已经诚意了 这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诚意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恩典 最后我们必须去讲到 罗马书六章所教导我们的 说与基督同死 这意思就是 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主的死 每次洗礼的时候 牧师在施行时 会有施洗 施洗的时候都会提到 我们已经借着这个洗礼归入主的死 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临合 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临合 就是我们的救人要与他同定 那个十字架 让我们的罪神得以灭绝 不要再做罪神奴仆了 因为律法的诠释 律法是罪恶的一个诠释 我们不要被罪恶所挟制 以至于让罪在我们身上的座王 罗马书六章不断的提醒我们 罪 所以不要让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这个身上来做罪 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做罪 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不在恩庭之下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在恩庭之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后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再次 借助主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要再活在 那虚幻的意志的当中 我们不要被这些宗教的仪式 这些律底归桥 还有些这些 外面这些属灵的经验 影响到我们真正里面有一个 敬虔的生命 主啊 求主怜悯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就信他自己 我们的心 到底有没有运离色 我们是不是与主有 那一个亲密的关系 求主实恩帮助 我们相信 主你 已经为我们死 为我们的罪死 再次加上 主我们如今得到 那平安之意 为主你 我们受尽了那一切的心法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相信 你就是那死体 你是喜在今在 以后永在 永不改变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 脱离一切的虚假 每一天 接着读经祷告 与主有更深的连结 让我们淡淡一套主的恩典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能够不断长进 不断的真心 让我们每一天 活出主你自己 荣耀喜乐 平安的生命 谢谢主你 听我们祷告 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